字幕作曲 李宗盛 好 回來EV的 窮車極速巴士忍的時間 窮車極速又繼續優貴 但繼續都是會偷兄弟的節目名 來滿足我自己個人的慾望 錄很多巴士單元的節目 因為又有些東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星期 總共有四單東西 如果沒有記錯的資料10集裡面 第一單東西就是這個臨錦公路 終於 九巴就終於把這個最新買的 EDM 不是E6M的巴士 即是我們所謂的ADL 11.35米的車 就投放在臨錦公路的64K路線 大家都知道 臨錦公路一直以來 其實 你說上到嘉道里農場那一段 都是不讓任何超過12米車經過的 甚至乎11米車來說 都是要申請特別的通行證 才可以行駛到的 之前我們幾集都說過 九巴就買了一大堆的E6M 就回來 就為了頂替那一堆 11米3的這個 ADS和ATS的 短等 和這個 短超豪 因為那一堆車已經超過了復逆年期 甚至乎要額外申請多一年復逆年期 所以這一批車 理論上就要來 全都添入這堆車以前走的線 那裏 但是因為64K路線 那個長度的行者 一直未能夠成行 直到上個禮拜 終於批出了試行的15天的通行證 給了三部E6M 嘗試行這條線 看看效果如何 到目前為止 效果非常之好 相信九巴 就應該會繼續和這個運輸處 會繼續商討 看看這批車 可不可以繼續長住在64K路線 因為64K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首先是 ATS先走 這款車去到尾期 因為歐3那些都開始退了 估計 就陸續 會在這兩個月 會退出這條線的舞台 另外 現在擔桿 就是這一款 A 就是這一款的小跑車 ATSE 但是ATSE的數量比較少 還有其他的路線 就需要這一款車 所以你沒有辦法之下 就需要一些新血 因為單程車又不夠用 唯有就用這一隻 唯有就用這個方法 E6M 嘗試頂替這個位置 暫時來說 都非常之成功 希望會為64K 因為64K有時都會頂閘 所以其實擺了11米3的車 下來之後 相信對於那個 梳度的 那個 載客量 都會有它的好處 這樣 之前第一代 空調巴士 就用 那時候 為了 運吉處 不讓兩軸車 超了負載量 特意做的ADS 這一款 三軸 9.9米的巨龍 所以去到這一代 又回到三軸車了 這樣 剛才我又展示過多一張照片 為何跳過了呢 因為想帶出 其實64K這條線 不是第一次有超過11米的車 走過的了 其實當年 因為交通意外的關係 所以某一些分段 它不可以走足全程 都曾經派過這一個 12米的車 譬如途中這一款的 AVW的巴士 都是走過部分的分段 但就走不完整個分段 所以你說64K出現 長過10米的巴士 算不算是一個 新的事情 你又不算 但是你又可以說算 因為你可以說 半程就用過12米車 但你全程超過 11米的車 就真的沒有試過了 所以這個歷史的一幕 就在上星期 就揭開了 這個就是第一單 今天要說的事情 第二單要說的事情 其實都跟這個 剛才我們說過的 AVW巴士 即是途中這一款 和另一款 叫做ATE的巴士 有關係 大家可能對巴士不太熟悉 你會說 AV這兩款巴士 都很新的 但是其實不知不覺 已經復役了超過 14至15年 距離一部專型巴士 16年退役的期限 其實都是差一兩年 所以九巴 就在上個星期 就看到圖中這一張 就出了一張新的Tender 這張Tender 完全沒有說到 是哪一間車廠 又或者是些什麼 總共沒有說號碼 又沒有說價錢 又沒有說大概價錢 買多少部都是沒有說的 只是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是Completely built up的 EURO 6的雙層巴士 即是說要在當地組裝 然後符合歐六排氣標準的 雙層巴士的一張Tender 那 估都估不到 那一堆車 這麼快 我們當年說鐵甲威龍 或者蟑螂的這兩款巴士 那 估都估不到 已經去到黃昏的時間 那 估都估不到 他現在要這麼快 買車去接他 但是大家都估到 應該是買什麼車的 都感覺到是那兩款車 那製作的長度是什麼 那究竟是買12米8 買普通的12米 還是買剛才的11.3 那這個 依然都是 很多人的一個 考慮或者考慮的地方 但是其實我就覺得有點端倪 那 因為 現在 基本上 由外國整部運回來的車 是只有一種選擇 而其餘的車款 好像ADL的12米 就是全部判了給大陸的廠 以組件形式幫我們陷 唯一一款 是要整部在外國運回來的 就是上集我們說過的 B8L配I及MCV車身那一款 那我估計 應該會是買12米8的 MCV車身的B8L來頂替了 因為始終現在ADL 在香港的所謂的 比例實在太高 所以為了車隊的多樣性 或者綜合性 來講 相信900是會入更多的B8L 而且配MCV車身 那 儘管看看這張Tender裡面 有多少張是給了Wolfo 那我自己就推測是這個 那 講開Tender 就可以下第三單新聞了 第三單新聞 就關這部東西 這部東西就是前身巴 這部專門行十五號線 大家可以見到 山頂線的車特別矮 那去到退役十六年之前 就賣了給城巴 因為非專利巴士 就玩幾多年都可以的 那城巴就接了來 全部走完非專型的路線 例如沙田第一城出灣仔 那條的88R 或者是給你租 這些服務 全部由新巴的二手巴士擔綱 但是去到最近 沙田第一城的居民 就投訴 這款巴士經常壞車 冷氣又不夠 所以其實城巴有件及此 再加上貪錢的關係 因為據聞 有人說這個運輸署 對這個歐三的巴士 退役是有湯車的補貼的 那城巴就決定了 就將它放賣 就出了這一張Tender 那總共呢 就賣了八部巴士 那八部巴士 就全部都是這一款的 矮等 全部賣完 那就要有這個 都是那句啦 要有湯車子 那湯車子就要求 就將頭軸和尾軸 就要還給這個 城巴的 那據聞這款的頭軸 就可以換入一些 E500 所以留回來 是有它的作用 但是呢 對於一個買湯車子 或者想收藏這款巴士的人 就非常之困難 因為整個頭尾軸 或者一副引擎 都可能要報廢的情況之下 買了鶴回去 就真的沒有人用的了 那所以就應該 不過如無以外 都沒有人會去入標 都是湯車場去入標 那至於 替補這一堆巴士的 新血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款 喂 又是ATE 就是剛才說過那一款 城巴就不叫ATE 城巴就叫82系 那這一款車 因為本身就是歐五排放系統 那再加上城巴 現在呢 都會再買更加多的 Facelip版的 ANRIO 500 那所以這隻 比較早期版呢 就會退出八部 就調過去這個 非專利部 那也都會提升了 這個 載客的質素 還有這個 數量 那也都會把它 取消了這個棋位 大家也都可以見到 綠色和紅色的營業證 就已經 放了上部車那裡 那相信 再經過一次驗車之後呢 沙田第一城方面 你的居民 就可以享受到 升級版的 這個非專型巴士的這個服務 那講到這裏 那看看還有什麼 漏了 啊 還有這個 都是講城巴的 那 居民即將有這個 新口岸 就會開 這個政府就不能讓你死 再開新口岸 那城巴 就有見及此 就開了這個 B7和B8線 那最近呢 也都派出了 12米8的 這隻 ANRIO500負行李架的巴士 就連同一眾的車長 就前往該地 就進行這個 試車的 和實習的路線 那相信開線的機會都非常之大 那 都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那 那儘管就拭目以待這兩條線 開不開到 那 那今集的EV的 這個窮車極速 巴士等系列 就到此為止 那 稍後的時間 就應該會有一張 旗票要還的 因為呢 就上一集 千千千打到來之後的 這個 這個 嗯 嗯 星期五收勞 有聽眾 又有軍事的點唱 那等EV做少少功課之後呢 應該兩個小時之後呢 就會有另一集的EV軍事特集 緊接呢 就會送上給大家的 那 現在休息一陣 那轉頭兩個小時回來之後呢 就繼續這個EV軍事短打特備啦 掰掰 聽到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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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 聽到 有 用 給大家 呈